国立动漫馆地址选定行务所 原本地点之一的新民街仓库群 7月底将由台铁点交给台中市府 租约即将终止 上百摊商生计成了问题 这天摊商们到市府广场前 下跪递交成行书 希望能展颜租约继续营业 市府则回应会协助他们 寻找合适的安置地点 巴巴市长辽博路 巴巴市长辽博路 这层摊商要生存 台中市新民街仓库群 近百位摊商带着蔬菜水果 聚集在市府广场前摆摊 下跪成行 因为新民街仓库群 7月底将由台铁点交给台中市政府 市场足月到期 上百摊商生计也成了问题 我们摊商都知道 7月底合约就到期了 我们真的不是赖着不走 我们希望的只是妈妈市长 给我们一个三方协调的空间 因为这之前已经办过了 很多次的协调会从来没有第一线的长官出来协调 我们都像是皮球一样被提来提去 不知道说这次疫情这么严重 让我们损失惨重 两年的时间两千多万 最少还有六七百万的资金缺口 摊商都借钱的贵心花 摊贩自治会代表送上陈情书 希望市府展颜租约继续营业 因为他们原本和台铁订定两年租约 租金新台币两千万元 期间遭逢疫情损失惨重不说 好不容易撑到疫情趋缓 却面临无地营业的窘境 希望市府在确定仓库群的具体规划和时程前 给他们缓冲时间 3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发放传单 跟这些摊商告知说 市府在7月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然后包括我们6月的时候 其实也尽量在帮摊商这边 能够寻找有没有其他地点 可以整场一致过去营业 或是到我们的市场的空摊 公有市场的空摊 有没有人愿意过去做一个异地营业 这些资讯我们都有提供给自救会这边 那当然选择权还是在 这就会我们摊商的手上 市府表示台铁局回馈文化资产 所在范围是市府重点改造区域 目前已经着手规划设计成新兴文化区域 现场气氛一度僵持 经过明代协调 决定在点交前举办协商会议 找出解决办法 记者杨宗环 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